新北市捷运环状线通车串联起新北拉近距离 未来更可能有机会从中和城公路绣朗桥站 延伸至台北市公管站 立委林德福担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招委 邀及立委张永昌交通部台北市捷运工程局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等单位 及地方民意代表和里长等人举办地方说明会 捷运路线中和公管路廊有可能实现 这个车站比较靠近这里是最重要 因为这个方便才比较模糊一点 那我也期待说这个整体化通过以后 会做个集信跟中和规划 新北市捷运工程局指出 中和公管路廊建议行经绣朗桥站 经成功路到捷运工管站 可与环状线和新电线衔接转程 采取地下化设计总长度3.1公里 初估建设经费250亿元到300亿元 以送入交通部审查 后续进行工程及效益评估 立委江永昌认为效益应可再扩大 休养桥站走成功路到公管 这一带的中和地区的居民的这些人数 我觉得效益有没有 绝对不会输给安坑县 反而你要回过头来想 如果把安坑县跟这条南北线 禁止于做到公管站 整个串联的话 你定一个新的名称 也不错 公安县你知道吗 真的啊 真的啊 那你就14张到秀阳桥站 那这条线有没有 就现在环状线基本段 刚好一个十字交叉 直接从安坑到公管 经过中永和 其实我觉得这个效益绝对是好的 这个还要做这个环凭 还要做经济效益评估 等等有一系列的 一定要有一点时间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时间 就是不要延宕 让他继续走下去 立委林德福认为 这条路线应该是双和居民的期待 不仅可增加环状线 中永和端衔接进入台北市 提高经营效益 也让地方乡亲 拥有更完善的大众运输路望 记者林立如新北采访报道 这条路线应该是双和居民的期待 这条路线应该是双和居民的期待